洋人烟烦的下重生 风车载烂洋洋转着 很不寻常 辛苦了 是有点辛苦 不过我做到了 我们叫胖山就是里面 丰唐 你用语气我吗 学生生 你竟然敢剥夺我谈的乐趣 我是刷你的卡买的 挑着我自己喜欢的款式 你想结婚 又想把婚礼开累了 那还是交给风月来处理 我已经想好 要怎么举办我们的婚礼了 护照办好了 你带我去旅行吧 好样世界好不好 打碎了完美的月光 碎了欣赏 我鼓起勇气 我鼓起勇气 敲出这诗句 我是一片雨 偶尔都因你过去 智智 你愿意嫁给我吗 相逢夜的海上 我等这一天 等了好久了 你不想 也许是偶然 找回无法的荒芽 我愿意嫁 我愿意嫁 这都是偶然 这都是偶然 我愿意嫁 我愿意嫁 曾经有人告诉我 灰姑娘不可能带着天下人的祝福 进你城堡 好 虽然 归宝是个王子 但我不是灰姑娘 我只是一个 恰恰性命遇上真爱的好姑娘 真爱是值得受祝福的 从此王子跟薛姑娘过来 我回来了 不是告诉你回来之前告诉我一声 你一个女孩拿这么多猪宝 多危险 放心吧 是刘刘护送我回来的 我们俩正在为这批主打的戒指发愁呢 你说这宝石是有红色的还是有没红色的呢 红色的消费者比较容易接受 但又怕太常见了 没红色的呢又怕太新潮 就是接触程度比较低 营养光好 帮我选一个吧 你别动 没红色的 你说的是没红色 对 这个 没红色 没红色 可是这是大红色的 对 以后关于红色系的问题 不要问我 为什么呀 我有色弱 色弱 你真的有色弱吗 什么颜色 什么颜色 这什么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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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弱 我哥有色弱 我这个当妹妹的金儿会不知道 据我所知啊 这个色弱呢 是会经常发生在男性的身上 什么大红色啊 桃红色 在他们的眼里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说我们为什么逛街的时候 一定要让我们男朋友 把我们选衣服啊 他们太无辜了 老被我们骂 那我们得给多少天底下 男人平反呀 真奇 言轻 你们俩不会有问题吧 我没有啊 所以嘛 我永远都是个 当创意总监的料 而我们疯大老板 就是当大老板的料 那有什么呀 大老板只要认得 钞票是什么样子就好了 是吧 有道理 我说你们这么公开地聊别人的弱点 这样好吗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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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既然大家更开心 我们跳舞 跳舞 所以 你右手手指指掌受肇 还没完全好啊 那你自己都这么漂亮 一定吓了不让苦 我发现你最近的闲向娱乐 就是搜集我的缺点 我们俩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 我总得多了解你一些吧 像你们这种大老板想了解谁 花钱派人去调查就行了 像我们这种小老百姓 就只能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去发现 去了解 是不是 这小嘴儿越来越会说话了 跟你学的 好吃吗 好吃吗 吃丝瓜呀 你怎么会点丝瓜呀 我最不爱吃这个了 现在也会挑食了 这也是跟你学的 你怎么不跟我学点好的呀 你们俩好 好欺负我 亲爱的你跟这个盆栽是有仇吗 好 明知道我对这些花花草法不感兴趣 还硬要我弄 自己动手 一清养性 你就是爱折腾人 大假期的人家珊珊都不能休息 还得出门赚钱 还你这未婚夫 说出去都没人性 我都替他叫去 我觉得我这个决定实在太好了 他现在开始注意到我了 开始注意到我的缺点 注意到那个除了集团公告 还有很多礼拜的人 你知道吗 他现在开始学会挑食了 他已经学会在同等的高度看我了 而不是养食 都是男人呗 快给我解释一下我哥这什么逻辑啊 下酒就要开幕了吧 是啊 但是还有一批 出去来时的坠子被大雪困在了南非 来不及空运过来 你说这不是百明了要开天窗了吗 你个管财务的 这个也要烦恼你 当然了 逛中修就花了一个多星期了 如果第一个月还没有打平成本的话 再这么拖下去 那我要什么时候才能还你的一千万呀 你该要注意身体啊 别那一千万还没还 就把自己身子累坏了 就把自己身子累坏了 我会整晚你给我生宝宝的 嗯 对 我不能太累 我要尽快把那一千万还给你 然后我要跟你结婚 然后尊真正正地成为封太太 再让你们封家子孙满堂 嗯 先说不结婚的 可不是我 这一千万还给真指 让我们两个像真正的情侣呢 这一千万还给真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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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上珠宝呢 是由我和我表姐 共同创立的一个 比较时尚的珠宝品牌 我们主要都是请一些 比较年轻有为的 国内设计师 来一位我们全新打造的 比如这一款 大家最近都有看过 来的星星女吧 这个店呀 可是我未来的大嫂 和她的堂姐一起成立的 你们可要多多支持啊 你哥是什么人物啊 此公司开幕 还需要我们大家的支持吗 当然要多支持啦 只有这个品牌做起来了 他们才可以 心无旁误地结婚啊 快过来看一下吧 这里设计得还不错耶 整个都挺简单的 这里呢 都是我们今年的主打款 每一款的背后 都有一个小故事 您可以上前拍 坐下 洪大哥 梁梁先生好 谢谢您 您的礼物来不错 洪洪 你怎么在这儿啊 来做设计助理 所以也不好事先跟你打招呼 你先忙 你认识王红 是啊 他是自己过来应训的吗 是啊 他在国外是学术宝设计的 刚回国也没什么工作经验 这是他第一份工作 你怎么认识他 他那可是上海市首屈一指的 大企业奖 看来你们可以考虑一下 更换可作银行了 你 你没认错吧 面试的时候他还特别拜托 我们要给他一个机会 在珠宝方面 他确实需要一个机会 不会吧 过来吧 您好 您好 我是封尚品牌 简称FS 这是我跟我堂姐 一起创立的珠宝品牌 其实珠宝的真正价值 是体现在于这个宝石的原料 还有这个工艺的本身 您看那些国外的珠宝品牌 对 我们店里也有的 但是我们品牌 阿小雨萨 不好意思啊 失陪了 那我们去看一下 珊珊 你怎么把绿书的店婚礼 追你的销售中心啊 小雨萨她生气了 不会的 不会的 我送了她一对耳环 她说了 金不掉 最好呢 从这个月就开始还钱了 那时候现在也当真起来了 不错嘛 突飞猛进越来越好了 就明拍一拍这件事情来了 下次咱们逛街的时候 没有借口不满了啊 我这是赚钱的知识 不是花钱的习惯 我现在还负债 我跟你说 珊珊 你看这 吴太太 相信我 欢迎让人看到自己的女儿 这么漂亮地出嫁 一定会非常地逗响 谢谢你今天让我以哥哥的身份 把你下出冯家老阵 记住 我还有风月 永远都是你的家人 好兄弟 照顾好大案 放心吧 黎叔 对 你一定要 黑狠地 黑狠地 歇不下去 他一定会幸福的 黎叔 祝你们幸福 如果郑琪欺负你的话 跟我们讲 我们帮我们出席 珊珊 我只得到你在祝福我 我一定会幸福的 可走吧 走吧 好 好 其实你还没有想过 要咱们帮我们的婚礼吧 没关系 还有一年的时间 慢慢想 我的确没有想过 要办什么样的婚礼 你们家的婚礼 也不是我们想得来的 但有不喜欢的吗 其实我不喜欢庭院婚礼 要配合天气 太没有安全感了 我也不喜欢 我也不喜欢气球拱门 既浪费钱 也不环保 我也不太喜欢上新闻 但是我知道 你的世界婚礼 肯定众所皆知 所以 结论是 结论就是 没有结论 让我好好地想想吧 删除法是个好办法 删除法 不知不觉 我跟风腾之间的关系 好像有了变化 我觉得自己不再像是 他身边的挑菜工 小跟班 而是静政的女朋友 面对事情能一起讨论 一起解决 而风腾似乎也乐在其中 总之是好的变化 好 刘刘 这是我帮你买的早餐 谢谢啊 不过我平时不太吃早餐的 那怎么行 你工作一天那么辛苦 以后你每天的早餐 都我帮你准备 真的不用了 还有 你应该叫我刘刘姐 你看着真的很年轻 送早餐啊 这么好啊 有没有我的份啊 我先去工作了 早餐记得吃啊 好 这个王洪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呀 送早餐 你能不一大早就八卦吗 人家王洪比我小五岁啊 当我是个姐姐而已 是吗 小五岁呢 年龄不是问题 有爱就行了 今天是月底结算了啊 你还不快去工作 哎呀 月底结算 好吧 那我去月底结算了 安心早餐 这五十万呢 是封上这两个月 赚下来的钱 先还给你 请个店面需要献金 这个你们先留着 那怎么行呢 今天赚的钱就得还给你啊 怎么 行得五十万太少 看不上眼啊 等你什么时候赚足了一百万 再跟我谈还钱的事 哎对了 今天王社打电话来 说有一个阿姨要回你们老家 要不要带一些假象的土豆产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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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下个月 FS的业绩可以破百万 我跟你带两份 君子一言 司马难追 难追 啊 对了 我要去派个工资 来 拜拜 颜色挺好 这 太肥了 来 过一件 这 漏太多了 漏太多了 不行 我再去挑点啊 珊珊啊 嗯 你到底要挑什么样的衣服 下个月初就是 风塘集团的年会了 中上最风塘集团子公司之一 代表 好 我又四个集参加 这次我志在必得最优雅女士 可是你不是一向对这样 不切实际的头衔 一点兴趣也没有吗 我这次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这是为了投资 你想啊 如果我拿得了最优雅女士奖 大家能够注意到我身上的珠宝吗 这可是退交风上的绝佳机会 而且不用花一分钱去买平台的广告 原来是这样呀 对呀 多花色的 颜色太重了 我再去挑挑 走 它不会走火入魔的吧 好 好 好 哥 深山还在里边呢 都准备了一下午了 不会吧 深山竟然花一下午的时间 梳妆打扮呢 可不是嘛 你们都不知道吧 这一次我带深山去跳洋装 她特别地认真 她不停地问我哪件衣服更好看 不停地问我怎么样可以把首饰给推销出去 不会是你把人家逼太紧了 为了还债 她走火入魔了吧 不了解她吧 能让学深山走火入魔的 只有 没有 今天要不要竞争一下最优雅的事 当然了 而且分成活绝营 这样我的礼服钱就撞回来了 成交 绝营 红红 溜溜 你怎么还没有回去啊 我等你啊 等我啊 对啊 我送你回家吧 谢谢啊 不用了 我自己可以回去 来 聊聊了 现在颁发的是最优雅女士奖 得奖的是 薛珊珊 好 谢谢薛珊 好 谢谢薛珊 薛流流你很可以啊 两个月不见又帮她打款了 薛珊珊 尤城浩 你终于出现了 你要是个男人的话 就赶紧把那一千万还给封家 一千万 花了 这么短时间你就全花光了 我尤城浩是个非常重视事业的男人 全头事业啊 要不是当时你去封腾那儿多嘴 那虚拟货币的负责人就是我了 我至于成现在这种地步吗 难道负责人不是你 你就可以拍屁股走人吗 我告诉你 你卷走了公司一千万 你是违法的 一千万我会再撞回来 行啊 石溜溜啊 这店规模不小呀 拿我爸那五百万开的吧 你要干什么 我发现我拿走封腾那一千万 对他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影响 可是我爸这五百万 可不是给你用来开店的 尤城浩 把钱还给我 不许多了 否则我就告你去 好啊 那我现在就报警 看警察先抓谁 报警 你个臭娘们儿也还想报警 干什么 你放开我 报警 报什么警你放开 干什么 你谁闪开别管事 喂 刘刘 我在参加婚的年会呢 刘刘 你终于接电话了 你怎么了 打这么多电话 你用程浩掌上门来了 什么 刘刘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都是王红帮我挡架的 小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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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尤城浩这种人 往往都是豁出去要签不要命的 下次你们一定要报警 当然也要注意一点方法 不要硬着来 好吧 好 那你们先休息 辛苦了 那你们走吧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尤城浩已经被带进公安局了 我已经让言情联系过律师了 这两次的事情会一并处理 你给你家人打电话了吗 不用 医生也说了 就休息几天看看头还晕不晕 要是不晕就可以出院了 不用惊动他们老人家了 我想尤城浩一时半活 也出不了公安局 你们两个忙了一晚上年会 都累坏了吧 快回去休息吧 我在这照顾王红就行了 对对对 风大哥 你们就先回去吧 我真的好得很 这个家伙都已经被打伤了 还想找机会跟柳柳独处 看样子是真喜欢柳柳啊 那好吧 那你们早点休息 我们就先回去了 明天你们就别去公司了 我明天一早到公司去处理行吗 再说吧 行了 你们俩快回去吧 行 好好休息 你还站着干什么 快坐下 你头发疼不疼啊 有一点 你不觉得王红很喜欢柳柳吗 只是她看起来年纪太小 柳柳有一只拿那个当挡箭牌 不过据我观察 这个王红啊 确实比同龄的男生要成熟许多 盛盛 从明天开始 你不要去上班了 为什么呀 出宝店本来就有风险 如果有一天王红不在 遇到怀人 你们两个怎么办 这次只是意外 我们更有保全系统的 你放心吧 如果遇到歹徒呢 大不了他们要什么 我们就给什么 总之不会起争执的 你们两个是女孩 如果他们要的不止是钱呢 风唐 你想象的也太丰富了吧 不会发生这种事 您太没有安全意识了 我现在告诉您 那一千万不需要还了 没有欠债也没有还债 你不用去了 不行不行不行 你不能因为邮程浩这个意外 就不继续下去了呀 主宝店是因为一千万而开的 你听到我说了吗 你不需要去了 风唐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 但是主宝旗舰店 不光只是为了赚钱 它还承载着刘刘的梦想 刘刘好不容易踏出了这一步 我不能因为邮程浩乱来 我就 就把他一个人丢下了呀 是不是啊 就是说我不需要你还那一千万 你还是要经营主宝店 风唐的脸色这么臭 我能跟他说实话吗 嗯 那个 那个 我想今天真的是吓坏大家了 你 你说的 我会好好想想的 也可以想 但这是我的酒店 但这是我的酒店 凤先生 早餐已准备好了 好 谢谢 喝酒 是妈咪 好 嗯 好 你 好 谢谢 你还是要去上班是吗 那个 昨天已经让王红和刘刘休息了 今天我要是再不去的话 那店怎么办呀 方腾 我真的没有办法眼睁睁地看着 刘刘一个人孤军奋战 你们的公司可以存在 当时不要有店面 免得人人耳目 我昨天晚上想了一个晚上 其实说不害怕是假的 但是想想 像我们几百万投资的珠宝店 都要面对这些危险 那要像你们奉腾几百亿的集团 我想你一定是水里来河里去的 这样走来的吧 虽然你很强大 我只是一介弱女子 但是面对这样的风险 我都挺不过去的话 那我现在怎么能够配得上你呢 遇到游程浩这样的意外 我就躲起来 那不论是从外在表象方面 还是从精神层面 我都没有资格配得上你啊 对不对 许申申 那你真的是越来越有逐渐了 我可是想了一个晚上 这些连吹带捧的话 哄你呢 虽然脸色不好 但是风疼也没有强硬地 阻止我去店里 应该算是过关了吧 哈哈 这边珠宝店不营业 你们不用这样吧 封先生交代 珠宝店二十四小时 必须有保安人员 这边珠宝店 喂 风疼 那个 你找保镖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说 连我都有贴身保镖的话 会不会有点太 此地无言三百两了 你坚持要继续上班 我只能这么做 那你说珠宝店门口 一下占两个保镖 这样会不会太太吓人了 那你说这样客人还敢进来吗 你的安全由我来负责 但是你们店面的生意是由你来负责 秀深深 在这个事情上 没有商量 你说犯错的人是邮程浩 为什么我得被二十四小时监督啊 这不是监督 这是保护 风疼也太小题大做了吧 这邮程浩都被关押了 就这何必呢 这怎么是小题大做呢 以往咱们风家的女人都低调 也就是逛街聚会聊天喝茶 身边都是熟人 可这一次呢 珊珊跟溜溜一起创业 两个女孩子 若是珠宝行业 怎么低调得起来 肯定得多个人保护不是 珊珊 我说你就听我哥的话吧 你说你现在出来压力又大 我没有担惊受怕的 风雨 你要是来替风腾当说客的 就免了 无论如何 我都要还那一千万 我 我也不可能 现在就丢下溜溜一个人辛苦经营呀 我知道你有骨气 但你知道我哥最在乎的是什么吗 是你的健康 你的安全 上一回你身病住院的时候 我哥人都急疯了 这一次那个王虹脸上的伤 倒是在你的脸蛋上 我可不气死才怪呢 我觉得你们这样不对啊 虽然你们俩的血型都很特殊 那你也不能把珊珊 担当成温室里的花朵痒疤 做生意嘛 总会遇到一点这样那样的小麻烦 你别看我经营的是书店啊 我跟你说我经常遇到那些 没有素质的客人 如果我一遇到这种人 我就不做了 那你说我生意怎么做下去 立书 你不帮我就算了 你还在这儿挑鞭骨 我 风月 你放心 我又不是永远都待在珠宝店 只是我眼前放不下 我总想着要还你一千万 以后你们就叫我一千万好了 如果保镖能让风疼安心 那好吧 那有保镖就是了 我说啊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你聚起来 真的跟我哥是一模一样 风月 品荣 立书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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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你前阵子结婚了 怎么都没有邀请我呢 我是在美国接着婚 在国内只办了亲友订婚席 所以没有邀请你 我都忘了介绍了 这位是风疼的女朋友 薛珊珊小姐 嗨 你好 你好 风疼现在还好吗 很好 哎 品荣 你到这里来做什么呀 哦 对 这是一个时尚杂志的记者 放心 我们刚刚采访完 风疼上珠宝 嗯 是我们的茶米 听说风疼集团最近出了一个珠宝品牌 看来是真的 这个风疼上珠宝呢 是珊珊跟她的堂姐一起经营的 难怪 她们带有几款珠宝都很尖尾 你们有接触过吗 那就要看谢小姐 有没有兴趣给我们广告咯 当然有了 我们珠宝有很多设计 都是大师级的设计师设计的 而且背后还有很多 感人的小故事 这是我的名片 欢迎你们杂志来采访 好的 一定一定 好 王品若代言的东西还真不少 不过真的好想没有珠宝 丰月 如果请王品若代言的话 大概需要多少钱呀 说呀 什么时候冯家饭桌上 什么时候冯家饭桌上 可以玩手机了 我是真的很想请王品若做代言 他现在具有国际知名度 如果他愿意为我们的珠宝做代言的话 那我们的品牌就可以向国际迈进一大步 你 珊珊你可以的 我哥都不让你去工作了 你居然还要追着他的情侣有代言 你疯了 这疯得脸一板啊 连郑奇都不敢说话 你说你有没有点眼睛劲 是 好了我知道了 回头我就跟他好好说说 你别说了我求你了 依我看啊 你就不要去店里了 刘伦那边你也给他交代一下就好了 不行不行 至少今年 今年还完钱之前 我绝对不会离开的 方月 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王品若呀 如果能请他来代言的话 搞不好我能尽快地还钱 你真的打算找王品若来代言啊 他是风腾的前女友啊 我知道 但是我只是请他代言 又不是请他来家里玩 学晨珊 你真的假的 你怎么那么单纯呢 我跟你说 这个王品若呢他可不是我 我之前喜欢风腾 是因为我一厢情愿 但是这个王品若跟风腾 可是实实在在交往过的 对吧 像这种女人能走到今天 绝对不是胸道无脑的 这躲都躲不及 你还把他往前面凑 我相信风腾 我哥听了这话 不知该哭呢 还是该笑啊 反正我是快哭了 他肯定会笑的 今天周日我跟我上班了 可以不 既然今天这么特别想要干嘛 我想聊聊家里可以吗 我想聊聊家里可以吗 正合我一人 对不起 接个电话 喂 时尚杂志啊 要做专访 对对对 我们店的总负责人是薛琉琉 那下周三可以吗 我来安排一下 你把地址发给我好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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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时尚杂志要采访溜溜 你确定要找王品若代言 是啊 你好 我是王品若的经纪人 王品若同意代言 具体的细节我们面谈 王品若的经纪人回复我了 王品若已经答应做我们 封上珠宝的代言人了 她的经纪人给了你回复我 但是她本人给我发了短信 薛琉琉 你是泰天真 还是你想考验我 都不是啦 我只是想用一个最好的方法 来帮助封上珠宝 而且 你不是说过 不要看你说了什么 要看你做了什么 现在 证明自己的时刻到了 是吧 而且我是百分之百的相信你 所以才敢这么做的 好像听你这么一说 我不同意反而是我的错了 好 王品若代言肯定给品牌带来加成效果 这次我一定要卯足全力 让这件事澄清 要我接受采访 是啊 时尚杂力都已经规划好了 要给你跟王品若做一篇专访 然后专门采讯出一下咱们珠宝 每个系列的小故事 这不行吧 为什么不行 这些设计师都是你找的 当初自然也是因为你心里有想法 他们才会答应 而且杂志媒体又不是电子媒体 你所说的到时候都会变成文字 你也不用担心 你会说得坑坑巴巴 你是不是 甘去拿设计师的图了 我这就去 我这就去 你今天会就到这儿散会吧 带你去忙 沈沈 跟游车浩的那场恋爱 真的把我给谈怕了 起初我心里一直就想着还钱 也从来心里一直都在抱怨 我一直都在抱怨 你说命运怎么那么捉弄我呀 虽然我是我妈领养来的孩子 但也不至于这么悲惨吧 我当时利用游车浩来到上海 利用他摆脱我妈 我明明知道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可是我还是上路了 后来又捅了个一千万的大娄子 这真不能怪别人 都怪我自作自受 现在我不抱怨了 因为有因因有果 所以我就想赶紧结束这个错误的路 走好我自己的每一步 重新开始我的新一条路 所以你以后别跟我再说什么 谈恋爱交男朋友的事了啊 要谈也得等你跟风腾开开心心结婚以后才行 对 刘刘 能够跟你一起创业 我真的觉得很开心 仔细想想 这段时间可能是我唯一可以证明自己有工作能力的时候 就在我人生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之前 能够有这种机会感觉很棒 那我们就什么都不要想了 一起加油吧 加油吧 加油 商人做什么事都很认真 但是我就是不习惯他对 除了我以外的身形认真 我说你呀 这是当老板当惯了 就喜欢所有人围着你屁股后面转 对你百分百投入 这是病毒 有志 有默契 你说珊珊吧 是个有责任感的人 对你又信任 虽然有些心思没放在你身上 那又怎么样呢 那你看我们家立书 对所有人都特别大方 唯独对我盯得紧紧的 偏偏她那个书店的事业 对她来说 那简直是游刃有益 完全转移不了她的注意力 电话都来了 喂 宝贝 刚打完 当然跟你一起吃晚饭了 行 晚上见啊 拜拜 哥们 我先撤了 我们这个月的利润 应该有两百万哦 所以下个月初我跟老朵决定 再还你一百万 这样的话我们就总共还了你四百五十万 真难得 你居然想留一百万在身边 没有 绝对没有的 那个钱是要付给王评书代言费的 现在就要找名相代言 价格不菲了吧 嗯 值吗 值得啊 当然值得了 王评书的配合度很高 我们已经规划好 马上就要进摄影棚拍照了 而且下个月她跟刘刘的专房也就出来了 你知道吗 至少有两家高档百货公司 知道王评书要代言 主动邀请我们社会呢 不过王评书拍广告 倒是有个希望 希望 他希望你能去探班 真是的 舟山你这个表求很奇怪 很奇怪 有吗 也好 刚好我们很久没见的 真的吗 那下星期五下午三点 我让琳达把行程版上 舟山你要这么开心吗 我为什么不开心啊 这个鸡汤不好喝 吃饱了 我真的是来陪你喝泥汤的 你说怎么办呀 如果风疼不来的话 王平若会不会不拍呀 这就受不了你了 我还怕风疼完了 他们俩旧情复燃呢 你的 一副无所为的样子 还好拍了风疼来顶唱 这话说的 你不是一直都不喜欢王平若吗 我也不否认啊 秦小姐 您有没有事情需要 你过去确认一下 好 风疼来了 说这个 说什么 你很想看 我没有想让我 你不想让我 你不想让你 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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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都 都哭 我都哭了 我都哭了 你不想让我 你不想让我 我都哭了 我真的哭了 你很想让我 你是谁 我呢 我希望你不想让我 方唐 你来啦 王小姐这次真的很帮忙 王小姐 我未婚夫 绝对不会让你无偿代言的 钱当然是要朋友赚才是嘛 生意归生意 有交警 尤其要重金礼聘才对呀 我未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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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忘记跟你说了 我们快结婚了 对 她是我未婚妻 我也是要你 不是 我能见证 所以你化作时尚界 就是因为你未婚妻了 原来方先生的财务长就是 方先生已经被婚妻了 你不是说我结婚吗 既然快入时尚界 是不是请你们 接受我们的官方呢 我们也想要求你接受专访的 可以吗 不好意思各位 封上是由我未婚妻 还有她唐姐共同打理的 我从来不插手 所以不能够接受你们的访问 来让我们把今天所有的焦点 放在王小姐身上 抱歉 有失陪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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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不好意思啊 我们的拍摄马上就要开始了 如果有需要跟王萍若小姐拍照的话 请赶紧就位吧 王萍若小姐 等一下拍完可以给我五分钟吗 宁若 我们想用你佩戴风上珠宝的形象 给我们杂志做方便可以吗 欢迎您的欢迎 欢迎您的欢迎 请赶紧更多的资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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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办法请 好 各位终于请吧 好 那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吧 好的 好好地拍个照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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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珊珊 天珊珊 我真的找到了 我看我哥跟珊珊啊 真的是绝配 一个呢喜欢捉弄人 一个又傻哺哺的 每次被捉弄完了 还在状况之外 神来一笔啊 让我的哥啊 真是乐得不行 你说能把工作 泰然自录地完成 还能让王品珊 把这个广告拍完 我看见只有珊珊了 换了我我可不行 其实磨练真的是 可以让人成长 但是呢我就担心 珊珊的事业性被磨出来 我可希望我以后的大嫂啊 是可以全心全意 照顾我哥的 我还不知道你 你不就是想找一个 陪你喝咖啡逛街的人 正好我今天也不用去书店 我陪你逛逛吧 我的小心思 怎么被你一推就张了 我是谁呀 珊珊 你的小心思也太明显了吧 好 先是谈本 接下来就是约吃饭了 在看见你 让我想起许多美好的回忆 回忆永远只是回忆 你说你这不是自找吗 你看自从我们在一起 有多少爱慕你的女孩啊 我曾经很自卑 也曾经气得牙痒痒 李叔的那次经验呢 真的是让我痛彻心扉 不过我想通了 像你这样的男人 就算是结婚了 身边情地还会少吗 要避这避那的话 真的是什么工作都别做了 所以我决定 不必了 我还能说什么呢 学生你可以啊 利用情敌来帮你赚钱 你是正面赢低得很劲 挺棒啊 我是有的时候这女人 真比男人还阴险啊 是 亮亮 useful 你这个做吗 我你说的 我 lat 看了什么 我说了 请你解释了 你解释了吗 但是在别人面前 我是真的说不出口 所以我觉得我对于事业 对于成为一个女强人 真的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能够认清自己 要勇于承认 非常地值得表扬 你看眼下我也不能喊累 因为琉琉比我更累 而且喊力也没有用啊 这是我该做的工作 我要让我们薛家 在你们凤家面前抬得起头来 这是罪业的问题 但是 这件事情告一段落之后 我不想成为 什么企业的高居主管 也不想成为什么人物 我只想成为冯太太 可以吗 好的 冯太太 这才是我的好善善嘛 这才是我的好善善嘛 你加起一点点开这两个专柜 日夜景就破六十万了 那如果再开这两个专柜的话 这时候你可以破百万了 可不好 明年定我就可以 还签这一千万了 太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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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生日快飞飞飞 当你失败了 因为你的眼睛 说实话 这些都要感谢风腾 是她给了刘刘一个属于自己的舞台 我想我也不能让风腾等太久吧 我已经等不及看风腾 看着我们还完那一千万的表情了 你说这活动照片都抛上去了 怎么从昨天到现在粉丝 才增加不到三万人呢 你可能搞错方向的 你们的消费群体不见得热衷微博 是吗 是吗 我看风月月我挂在微博上呀 你说 我是不是应该给我们的珠宝品牌 加上一些小故事呀 浩然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也不能吸引到很多粉丝 怎么了 好啊 确实在 嗯 你能给我解释一下 这个微博的霓声是怎么回事吗 打完老板好睡觉 完了完了 年代久远 我都不知道自己霓声是这么写的 你之前不知好歹吗 我马上改 来不及了 哎呀 你又干嘛 我错了 好了好了我们开始拍照了 好了没有 珊珊姐 嗯 这个珠宝公司明明就是你跟刘刘一起创办的 为什么你不想布光 珠宝公司是刘刘的梦想 刚初我们一起创业的时候 我对珠宝真的是一点都不懂 到现在也是 唯一能做的也只是算算账 珠宝公司能有现在的成绩 又是留到一个人的空话 我倒是觉得 两个小镇女孩到上海来创业 这个议题蛮美人的 也对 是要有点故事 专访才会精彩 如果不提两个女孩的创业 那该怎么说呢 以负债开始创业 我真是太聪明了 竟然想到这样的一批 真的是太振奋人心了 我想应该也会给那些到上海 努力打拼的女孩子一些鼓励吧 虽然小小的出卖了你们家 不过 我要感谢你 能够让我在报道中提到欠你一千万 所以把霓裳也改成了 贝斯大人最伟大 你 你怎么没有偷款人家的微博 没有出销啊 KK没有出销 那 贝斯我改的蜜枪 倒是大人 满意不 满不满意啊 我实际上的蛮气 我也想要为你 梁霓裳也不离了 我怎么过 是哨子 其实我很清楚 那个时候大家是怎么看我的 在他们眼里 我就是个帮大款的 即使我工作再努力 我的能力再强 即使当时那个男朋友的分公司 一直都是靠我在撑着 我都从来没有抱怨过 因为我知道 那个时候 我的确是一个利用爱情的女人 也因此欠下了一千万 是 我觉得 人在遇到那种情况的时候 都会有两种选择 要么是勇于承担 要么是推卸责任 当然有很多人跟我说 这都是那个男人惹的货 跟我没关系 我觉得我还是不能逃避 要不是因为我 我家里也不会因此负债 再说了 我要是不把债还清的话 我也对不起一直支持我 相信我的丰腾先生 这也是很难得的 在负债巨款的情况下 在一年之内 开了十几家营业点 而且在北京开了分店 实在是了不起啊 其实 这都是业绩 在这背后 怎么说呢 就像你们看到的 只是我在独当一面 其实在我内心当中 真正最坚强的是我的堂妹 薛珊珊 虽然她看起来 比较单纯 比较随和 但在我心里 一直有一点是我很欣赏的 就是 无论她遇到什么情况 再艰难再糟糕 她都从来没有抱怨过 在我心里 她就像一颗无瑕的钻石 坚毅 璀璨 无论在什么时候 都有她的光芒 薛珊珊好像 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在那儿 别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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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你们看到的 是我在独当一面 看这么投入 看老金人啊 真搞不清楚啊 你看这个蒋链 红了这么久还红呢 你记得说说这些 你特别没气愤呢 我不是想逗逗你吗 你看你这么伤感 这是好事啊 我没有伤感 我就是觉得 我一看到这个吧 就想起我当初也是靠着 风月给我的资金 一路传过来的 我看到你留留书这些吧 我就 心里面 我感同身受 我就觉得自己太幸运了 对 你当然幸运嘛 碰到我 你最幸运了 对 因为有你 还因为我怀孕了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怀孕了 我 我要当爸爸了 蒋链 我比你帅多了 别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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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就是把我捡进去了 太丁脸了 你就那么不喜欢上电视啊 说穿了我只是管账的 以后公司是要完全交给溜溜的 终点是他们 你把我拍得那么胖 那么胖 你都没有收拾啊 好丢人啊 看起来好呆啊 我们家大方山终于有审美了 开队了 问你一件事 你 干嘛呀 你什么时候用我的福卡呀 我不摔 为什么不能是你亲自刷呢 你看 自从我们在一起之后 每次逛街买东西 都是我跟风月一起 你从来都没陪我买过东西 我抗议 那好啊 明天去帮我买一件衬衬 刷你的卡 我们还清了 我们还清一千万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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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笔一百万已经汇入 一千万全数还清 就一年了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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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那个柳柳也要多保重啊 对了 三三 那个大伯母呢 最近得了重感冒 大过年呢 你跟柳柳说说 让她回来团圆团圆 好吧 好好好 那就这样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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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三三来电话了 今天是新历年的跨年 三三说 他们俩把那一千万全都还清了 一千万还清了 是吗 一千万还清了 好 好 不去快年啊 不去了 今天有点累 想自己待会儿 琉琉 从今以后呢 你就开始步入一条 属于自己的崭新的道路了 你也是 但是呢 琉琉 如果在这条道路上 遇到是和自己同行的同伴 千万不要急着聚聚啊 给自己一个机会 加油吧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呼唷 来呀 厨房 为了 你也想赶快乐 一好的瞬间 轻轻地陪着你 等待那一天 这份爱太浓烈 否定你犹豫不决 我的心 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 爱在我身边 跟我一起进出 许下的承诺是永远 却不会跟连 当我凝望你双眼 你是否会看见幸福 一直默默守在身边 我会 我会不会再丢下你一个人能够吧 我会不会再丢下你一个人能够 你 你 我许下了诺言 这份爱没有期限 绝不会搁浅 让我亲吻你的脸 留下最美的瞬间 爱你 我约守在你的身边 有些情侣 一年只有这一天 过得像一句恋恋 而我们 这一天记念你的日子 其余的每一天 我们都不要像情侣一样 那不合理 守在你的身边 直到永远 我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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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天和星星都是暗色 一个人都不唱这歌 希望你听着 我们家胖山就是里面 我们家胖山就是里面 中场 嗯 嗯 你又一起我吗 许晟晟 你竟然敢剥夺我的乐趣 我是刷你的卡买的 挑着我自己喜欢的款式 想结婚 就想抱婚礼太累了 那还是交给光月来处理 我已经想好 要怎么举办我们的婚礼了 嗯 护照办好了 你带我去旅行吧 好样世界好不好 你 晨晨 你愿意嫁给我吗 像枫叶的海上 我等这一天 等了好久了 我愿意 曾经有人告诉我 灰姑娘不可能带着天下人的祝福进入城堡 虽然分成是个王子 但我不是灰姑娘 我只是一个恰恰性命遇上真爱的好姑娘 真爱是值得受祝福的 从此王子跟薛姑娘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